觉得好像整个天塌下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幸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上星期 上水一间木厂发生致命以外 一名货车司机怀疑在卸货期间 被一些下来的木材击毙 根据木厂所说 当时只是死者一人在延长工作 他解开在车上绑着木方的安全带 突然有一阻有150条的木方 跌下来扎着死者 让成惨剧 但死者亲属 事后综合多方资料 怀疑事件另有耐情 我们回看详情 其实你看到那些木 其实全部都有射过走 所以我们想起 其实应该当下是 之前是有人在做事的 只不过当刻倒下来那一刻 可能刚刚走开了 其实我哥哥真的是一个 纯粹货位车司机 是不需要下货的 但我哥哥不抵 为什么人走了 好像他们说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其实是伤心之余都很愤怒的 其实它发生意外之前 我们星期六是约好了去这个宠物展的 但是想不到哥哥就不能再跟我们去 发现事情和木厂所说的版本可能不一样 亲属四出搜查证据 期间他们收到一封匿名高密信 指木厂涉嫌教唆员工夹口供 死者弟弟梁先生就希望知情人士可以站出来 说出真相 摘下来走不及 他不是 他的臉当时在地上 可能背着在后面 可能是在做东西 然后这样摘下来 导致他什么都不知情 而当时哥哥的遗体 也不是很完整的 他可能在那一刻是爆了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心痛 我们想要回到一个公道 其实就是因为哥哥的遗体 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遗体 还要解剖 所以我们也想看哥哥拿回一个公道 我真的很希望警方调查得清楚 是不是有人搬开木的时候 撞到车架 又或者可能挑到旁边的木 而倒下来 我们也很想尽快设查 公权会表示 事后都找过警方和劳工处了解事件 但他们都说案件调查中 我们相信在木厂在场的员工 是会得知一个最确实的详程 很希望警方 循这个方向去调查 不要让有心人掩盖了真相 但是目前警方都还没采取行动